美國司法部7月7日宣佈 兩名美國執法人員因涉嫌參與中共跨國鎮壓移基計劃被起訴 包括一名現任國土安全部執法人員 和一名退休國土安全部執法人員 美國司法部7月4日發表新聞稿表示 布魯克林一個聯邦大陪審團 發回一份替代起訴書 指控5名被告新納入兩名聯邦執法人員 這些人因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策劃的跨國鎮壓移基計劃 被控多項罪行 新聞稿說被告是劉凡62歲 來自紐約的傑里科 馬修之布里斯49歲 來自紐約的豪灣鎮 以及40歲的中國公民孫強 在2022年3月 這三人被控犯下一項跨國鎮壓計劃罪名 該計劃針對政治觀點和行動不受中共政府認同的美國居民 這些被告據稱 密謀摧毀一名居住在洛杉磯 批評中共政府的中國公民的藝術品 並在這名藝術家的工作場所和汽車中安裝監控設備 以便從中國大陸監視它 劉凡、茲布里斯和孫強三人 涉嫌策劃毀壞加州自由雕塑公園負責人 雕塑家陳維銘的雕塑作品 劉凡和茲布里斯於2022年3月根據刑事訴訟被捕 而孫強仍然在逃 7月3日 發會的替代起訴書納入兩名新被告 克雷格·米勒和德里克·泰勒 美勒是國土安全部的一名15年工齡僚僚僚陷員 目前在國土安全部 在明尼阿波里斯緊急救援行動部門 擔任驅逐官員 泰勒是一名退休國土安全部的執法人員 目前在加州以灣擔任私人調查員 米勒及泰勒被指控在聯邦調查局特工接觸 並詢問他們從受限制的聯邦執法數據庫之物 獲取和傳播有關從中國庫尾 持不同政見者的敏感和機密信息後 涉嫌破壞證據以妨礙司法公正 米勒和泰勒均於2022年6月根據刑事訴訟被捕 劉凡和茲布里斯被指控合謀充當中共政府的代理人 劉凡、茲布里斯和孫強被控串謀進行州制騷擾 和使用身份識別手段進行犯罪活動 劉和孫還被指控合謀賄賂一名聯邦官員 以獲取一名居住在美國的民主活動人士的納粹申報表 米勒和泰勒都被指控妨礙司法公正 而泰勒還被指控向聯邦調查局做出虛假陳述罪名 據稱劉凡和茲布里斯在孫強的指揮和控制下 針對居住在紐約市、加利福尼亞州和印第安納州 親民主的中國不同政見者進行詆毀 傳播負面信息並跟蹤、騷擾和監視 如果罪名成立 劉凡將會面臨最高30年的監禁 茲布里斯、孫強和泰勒將會面臨最高25年的監禁 而米勒就會面臨最高20年的監禁 被告將在稍後的時候被傳訊 根據法庭文件 米勒和泰勒在面對聯邦調查局時都對他們過去的行為說了謊 根據起訴書說 米勒在接受聯邦調查局的詢問時 從他的手機中刪除了與泰勒的短訊 而泰勒只是一名同謀引迴美國政府的證據 在接受聯邦調查局的問話時 泰勒錯誤地聲稱他是從一名使用黑色暗網的朋友那裡獲得相關的記錄 根據起訴書 同謀者打電話給泰勒 聲稱他收到司法部的傳票 要求同謀者和泰勒聯繫 泰勒指示同謀者對美國政府隱瞞這類信息 法庭文件還顯示 在接受聯邦調查局訪問時 米勒最初聲稱與泰勒只有零聲的接觸 並表示兩人沒有討論到工作的事宜 在FBI特工告解米勒要誠實後 米勒才承認泰勒向他提供了聲明 以便在執法數據庫內搜尋 米勒同意聯邦調查局搜查他的手機 並最終承認他為泰勒進行了查詢 並通過短訊將這結果發送給泰勒 而泰勒就提供了一張禮品卡作為回報 米勒隨後承認 在當日較早時FBI訊問中刪除了與泰勒的短訊 並且捏造了所有早期關於短訊的陳述 包括短訊是否包含泰勒提供的聲明等等 負責國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長馬修·奧爾森說 我們將捍衛美國人民參與言論自由和政治表達自由的權利 包括中國政府想要壓制的觀點 根據指控這些人協助外國政府的特工 試圖壓制在此被難人的異議聲音 被告包括兩名宣誓就職的執法人員 他們選擇背棄誓言並觸犯法律 這份起訴書是要令這些被告對其罪行負責的下一步 紐約東區的美國檢察官布雷昂·皮斯說 據稱這件案件涉及對行使言論自由的美國居民進行了禁聲 騷擾抹黑和監視的多方面行動 在現任聯邦執法人員和一名私人調查員的協助下 他們從一個受限制的執法機構數據附中 獲取有關美國居民的機密信息 當面對他們的不當行為時 他們說謊並消毀證據 本辦公室將會始終對我們的執法夥伴密切合作 剷除各級政府的腐敗官員 並將起訴那些代表對對外國 限制美國公民在美國領土上言論自由的人 聯邦調查局反情報部門助理局長小艾倫·科勒說 此案暴露了中國政府企圖壓制美國國內的不同意見 被告人採取的行動 其中兩名是現任或前任的聯邦執法人員 展示了中共如何試圖跟蹤、恐嚇和壓制反對它的人 聯邦調查局與跨國鎮壓做鬥爭 因為它本身是一種邪惡 是對開放社會自由的攻擊 我們社區的安全和我們國家的安全 受到這種犯罪行為的威脅 我們仍然致力於打擊跨國鎮壓 並將肇事者乘之於法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下雨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訂閱、 amp掉或小日和閃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